戶外高溫不可輕忽 中暑也可能瞬間致命 30幾歲的年輕人 已經到了終點 他說他頭有點暈 講完話30秒而已 他就整個人完全陷入昏迷 這兩個體溫就42度 這很明顯就是所謂的熱中暑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危急的情形 之前有遇過 後來就是肝野衰竭 腎野衰竭 紅氛肌溶解 那一直都沒有清醒 住到教育病房兩三天之後就走 今天晚上10點 東森綜合台32平道 醫師好辣 臉書